据参考消息11月18日报道 近日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在接受采访时旺称 如果美国采取行动保卫台湾 澳大利亚若不加入美国阵营是难以想象的 达顿还叫嚣要为台海地区可能的冲突威胁做好准备 并声称澳大利亚将坚持与美国同进退 达顿此番鼓吹战争的言论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反华政策的危险升级 自莫里森政府上台以来 就坚持充当美国反华政策的马前卒 一些反华政客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发表挑战中国底线的狂妄言论 这些政客的疯狂表演让一些理智的澳大利亚人实在无法再坐视不理 包括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博 卡尔 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瑞杰瑞 以及一直不断发声呼吁改变对华政策的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 激庭在内的有识之士纷纷发表文章 谴责莫里森和达顿的荒谬言论 痛批莫里森政府不负责任的对华政策 澳大利亚网民对此也反映强烈 很多人提到了澳大利亚将于明年5月之前举行的大选 认为这完全是莫里森和达顿之流为了捞取选票而秀强硬的把戏 因为莫里森政府最近的支持率已经跌至心底 这些傻瓜谈论战争就是为了在选举中赢得一些选票 他们不配有对公众讲话的舞台恶心 有人对澳大利亚的盟友关系进行了反思 如果中国决定攻打澳大利亚这种可能性极小 那么台湾会承诺支持我们吗 或许我们应该问问他们 我曾失去一位参加越南战争的挚友 澳大利亚不应该追随美国卷入他们想卷入的每一场冲突 还有网友对澳大利亚的荒唐政策感到困惑 他说我们要为每个有历史问题的地方开战吗 我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与俄罗斯开战了吗 我们是否因为加泰罗尼亚分裂分子而与欧盟开战 那我们为什么要为台湾开战 我们真的要让澳大利亚年轻人死于这样一场战争吗 有人非常理性地用很长篇幅介绍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历史 并指出台湾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 当时和现在台湾都与我们毫无关系 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澳政府涉台言论的荒谬 澳大利亚承认台湾吗 答不 澳大利亚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或具备国家政府帝国 问那为什么我们要与中国开战 答为了捍卫台湾不存在的权利 还有一些人对局势感到害怕和悲哀 这些人增加了误判的风险加剧了局势的紧张 就是为了恐吓民众 是的 我很害怕 我害怕他们这些人会孤注一掷地拿整个国家的未来去冒险 就为了吓唬人民好捞取选票 我们需要有一个像样的政府 而这些人却很无能 还有一些网友提出了几句办法 对澳大利亚来说 显而易见的答案是赶走莫里森 达顿和本届政府中的所有其他孩子 让成年人上场 就派一个士兵去吧 达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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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顿